好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开课嘛 好那现在最后一个我要提醒老师的就是那个参观者账号真的力量还蛮大的 这个张大针也可以高兴一下他就来创作 然后创作呢他就怎么样建立知识 可以创作的意思 那对你来说这里应该是全空的 如果除非老师你以前就玩过了玩弄 我就建立知识 那老师你想象了就是建立一门课 这门课该有什么东西 我打英文一下 就是说冰水冷水你要有一个课的名字 这个课的名字以后都可以改 你要有课的名字之外 你要有建立一些章节 这个章节呢我就也用先最简单的 第一章 然后呢再建一章叫做 对不起 再建立一个章叫做第二章 因为我们待会休息的时间 希望老师有空去逛一下YouTube 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 那我们要新增什么单元呢 就点一下 那这个单元就是待会老师你有空的地方 我们如果找到你喜欢的YouTube的网址 就把它贴在这里 你就建立好一个单元 这样可以吗 那我们就配合时间 这边到十点 我们就到十点三十分 这样吧 谢谢老师 就是你从创作那边就可以建立知识 那知识的名字 你先给他一两个章节单元的名称 待会我们上课后再开始来 开始去充实你里面的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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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